前副总统肖万长率团访美 最后一站来到西岸 先后出席台商之夜以及企业论坛 受到热烈欢迎 台商还特别赠送礼物 肖万长则感谢台商对台美关系的贡献 总结这一趟行程的时候 肖万长说 见到了美国官员 以及参众两院的重要议员 收获非常丰硕 在美国东岸一个礼拜的访问 虽然节目很密集 大家都非常地辛苦 但是大家都很高兴 因为我们的成果非常地丰硕 肖万长率领的企业领袖团 受到美国大企业关注 在纽约和华盛顿举行三场企业论坛 吸引20到30家美国财新500大的企业参加 来到西岸盛河西 肖万长也把握出席企业论坛的机会 期盼促进台美科技人才交流 让台湾的科技的这种提升 要多借重西股这边 因为西股是一个世界的创业 或者创新的中心 所以西股的好多的 现在的新的发展的情势 台湾应该多吸取这个经验 然后吸收这里的人才 在这一场企业论坛上 一些出身台湾的重量级创投业者也出席 表达对台湾科技以及经济成长的关心 肖万长表示 这些都是宝贵的意见 回国后会转达给主管机关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